漫谈心经 心经只有两百六十个字 浓缩了大般若经庞大的内容要义 将大圣、小圣的思想都包括在内 是佛教近万卷的经典中 字数最少、一里最封的一部经典 在简洁有力的文字中 阐明般若皆空的道理 否定一切分别心 同时也阐述了人的自信 本妙真清静 具有一切功德智慧 凡是出世的一切法 都由此真心而生 所以称之为心经 从姚秦到宋代的六百年间 心经一共有十一种译本 到今日多已散失无存 其中唐代玄奘大师所译流传最广 玄奘法师 世称唐三藏 河南洛阳人 十三岁便出家 二十六岁时下定决心 冒险西行取经 经戈壁大沙漠 穿过冲林到印度 经过十余年的旅游参访 学知识 终于带回大量梵文佛经 心情 心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波罗 波罗 弥多 心静 我自在菩萨心上 波罗 波罗 弥多 心静 中间无云皆空 无云皆 无恶舍离子 色不一空 光不一色 色几时空 光几时色 色小心水 彼虎如是 舍离子 无石柱 发红香 无声不变 无功不尽 不增不见 是 无空 装无色 无声相心事 手相心事 无眼耳闭声 无声音 无色盛香 未出发 无眼间 乃至无一世间 无无明 亦无无明晋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记 我自在菩萨心里 无其别大 不去 亦无多 亦无所得不 亦无所得不 我自在菩萨心里 无人无所得不 是 无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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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有 无有 空不远离 颠倒梦想 焦尽烈盘 三世诸佛 以菩萨 菩萨匿 噢 古德奥 古德罗 三秒三不停 古知摩洛 摩洛弥陀 是德神舟 是德名舟 是无上舟 是无淡淡舟 难处一切苦 战时无虚 不说沃洛 沃洛弥陀佛家 今说长连长连 姐弟 姐弟 古德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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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高深谦 心经心事 色语受想行事 当今世上五十六亿七千万人中 只有极其少数的人士 得到生命最高真理的觉悟者 我们称他为佛 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我们姑且称之为彼岸 而圣下的大多数错看生命实相 活在颠倒梦想世界里的众生 他们所处的世界 我们姑且称它为此岸 活在此岸的平凡人们 他们有主观上的我 他们处在任何时空 就像一根针掉进一桶水一样 永远保持着自我 不肯融入时空的水中 有我就有与时空对比出来的 好、坏、贵、贱 有了我就有他们 他透过他自己的辨识工具 盐、耳、鼻、舌、身、意 接收到了外在世界 所学回来的资讯 色、生、香、味、畜、法 于是这些资料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里 资讯传进人的大脑后 先存入资料中心 并进行比对 用原本存有的资料 与新资讯比对 并加上自己一直在改变的感情标准 进行分析、推理、决策 最后发出行为的指令 而这些内心所产生的反应 与行为作用也因而造成了结果 这个会因外在而起变化的内心世界 就叫做受、想、行、事 而内心世界以外的所有外在世界 包含自己的肉身 就叫做色 外在世界的色 与内心世界的受想、行、事 可称为五蕴 众生处在有我、有对象的相对世界里 于是就有大、小、有美丑、有顺逆的分别心 它们处在这种把自己独立起来 与时空对立的生活态度 我们称它为活在于色境 而活在彼岸的觉悟者们 它们活在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它们活在任何空间 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那个空间 它们活在任何时间 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任何时间 热得过瘾 正好做日光玉 它观花时 我既是花 我既是香 它听语时 我既是鱼 我既是女生 它生老病死时 我既是生 我既是老 我既是病 我既是死 它无我的消失了自己 对于外在世界的一切变化 它都能真诚地承认 面对 接受 并喜悦地仔细品尝任何一片时空 它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态度 就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 盐融入水 把自己化为亿万个分子 自己虽然消失了 但每一部分的水都有鲜味 在时空的水桶里 再也找不到自己 而与整个时空 融而为一 它像无量光一样 布满整个空间 像无量兽一样 布满整个时间 它的这种生活态度的境界 我们称之为空 色与空 如果世界是一片草原 每个人是一根小草 你自认为自己是一根小草 你就是活在此岸的色境 我是一根小草 如果你自认为 你即是草原本身 那么你即是活在彼岸的空境 我就是草原 如果世界是一片大海 每个人是一滴海水 你自认为自己是一滴海水 你就是活在色境 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海水 如果你自认为自己即是大海本身 那么你即是活在空境 我即是大海 我即是大海 这个此岸与彼岸 其实是同一个时空 好无聊 好亲近 只是处于这时空中的人的态度不同 而活的境界有所不同 好吵 好好听 所以佛陀说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一个人处在任何时间空间时 要像一滴海水 要像一粒盐融入一桶水一样 一粒盐刚掉入一桶水时 有我有水 我是一粒盐 当它融入于水之后 无我无水 消失了自己 无我的把自己融入时空的每一个部分 水的每一部分都有我 我即是水 把自己融入一桶水 你就拥有了整桶水 把自己融入所处的时空中 你就拥有了整片时空 大多数的人都老是背负着过去 期盼着将来 而没有活在现在 要做一个融入于当下的人 别当一个背负着过去 与期盼着未来的奴隶啊 要像一艘随着时空而流的船啊 水到哪里 船就到哪里 船到哪里 人就到哪里 人到哪里 心就到哪里 上下四方叫做雨 包含所有的空间 所以无尽 所以无尽无穷 古往今来叫做咒 从最初最初到最后最后 包含所有的时间 包含所有的时间 所以无始无终 当观自在菩萨 世间外在的一切物质 名利 与自己内在的身心感受 也都是随时随地 也都是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流遍不定 把自己完全融入空 把自己完全融入空之中 于是 再也没有所谓的苦难 厄运 这些由自身所发出的 偏取看法而产生的痛苦了 佛陀对他的学生 舍利子说 舍利子啊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观点 去看自身以外的所有对象 其实这些对象 也同时是本体 本体也同时是对象啊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独立于本体之外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的心灵 包括你从心灵发出的感受 这些也都包含在这本体之内 这个本体 我们姑且称它为空 一切你所看到的对象 我们称它为色 如此一来 你就知道 空跟色 并不是两回事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没有不同 人的感受 知觉 判断 意识 观念 等一切精神作用 也是如此 都涵盖在这个空里面 舍利子啊 一切事物 一切观感 都是因为你站在自己的立场 才产生的呀 所谓生 死 眉 丑 多 少 都是以你的立场看 才会有这种感受的呀 因此 你若不要有立场 而能不具任何观点去看事物 我观花时我即是花 我观蝶时我即是蝶 在任何时间 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于任何时间 在任何空间 就无我的把自己融入任何空间 我置身于水中 我即是水 我置身于鱼群石 我即是鱼 把自己化成亿万个分子 融入你所处的任何时空之中 这时候再也没有我 也没有宇宙 法相 时间 空间 这些对象 就像一粒盐 融入一桶水一样 盐消失了 但水的每一部分都有咸味 进入没有盐也没有水 完完全全融入的境界 也就没有所谓自身的感受 知觉 判断 意识了 不具自己的立场 用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身体 心灵去侦测 就不会产生这些感官所看 所听 所闻 所长 所处 所感受的一切偏取资讯 不站在生去看待死 不站在无 去向往游 没有偏取的观点 就不会产生各种差异的分别性 无所谓 无所谓因 也无所谓因的形成 无所谓果 也就无所谓果的来不来临 生命的意义 在于完全的融入 在于过程 而不在于目的 明白了这些 就不会再被老 死 的问题所困扰 而痛苦 忧心 人生的痛苦 发觉苦的原因 进行消除苦的修行 治疗 而达到最后的无我 无苦的境界 这四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苦 疾 灭 道 当了解到生命的本质 乃是生生不息 生死交替的变迁 融入生的过程 就不再有生 老 病 死的问题 也不再有所谓的 苦 疾 灭 道 的问题了 能了解这个道理 看来很聪明 其实哪有何聪明之处呢 这个道理 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而已 只是一般人 迷惘 看不到 能实践这个道理 看来像身有所获 其实 哪有得到什么 这个道理 原本如此 只是一般人 不懂得取用 物者们都想通了这些 清澈地 看清一切事物 原本的样子 他的心就豁然开朗 不再被偏取的错误观点 所左右 舍弃自我 舍弃心灵 所产生的差别 于是他不再有恐惧 渴望与幻想 不再活在颠倒错误的观念中 因为他知道 这些错误的观点 都是人自己 站在一己之私的立场 而产生的呀 因此 他的心 像一滩湖水 由浊而慢慢成青 直达清澈 平静 这就是彼岸 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一切物者们 也都是依照 这种能够 达彼岸的智慧 而得到最高的觉悟 摆脱了 摆脱了发自 一己身心的偏驱看法与幻想 而直达彼岸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到达彼岸的智慧 是伟大的方法 是大彻大悟的方法 是至高无上的方法 是超觉无比的方法 它能消除一切因偏驱看法 而产生的妄想和痛苦 这个方法是真实的 可行的 每个人都可以采用 而因它达到底岸 让我们为采用这方法 走在半路上的物者们 唱首歌鼓励一下吧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在半路中的通道啊 走在半途中的通道啊 走往彼岸的物者们啊 走往彼岸的物者们啊 走向彼岸 走向彼岸 登向彼岸 登向彼岸 登上彼岸后多快乐 登上了彼岸后多快乐 走走走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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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走 工作时工作 休息时休息 从前有一头螺子 它从小就在魔方挖石墨工作 日复一日 每天绕着石墨走圈子 有一天 它老得再也拉不动十秒 你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老了 也该退休 不必再工作了 从今天起 你每天就躺在这儿 吃草 睡觉 呼吸新鲜空气 可是 这样的日子 螺子活不下去 它每天 还是绕着树都圈子 日复一日 周居莫笑螺子傻 也许有一天 你也是笨螺之一 不问钱生 只问金氏 我是一串珍贵的象牙火珠 这位成分是象牙所苦啊 天天如裹街老鼠 被骂得体无完肤 黑五类 坏成分 残害动物的元凶 因为人们说 大象被立法保护 不应猎取上牙当佛珠 我宁愿自己是穿 平凡的菩提子佛珠 但 天晓得 几年后 人们又会说 树木 是被立法保护的 不应猎取菩提子 不问佛珠成分的出处 使象牙 菩提子 塑胶或玻璃 都没有关系 只问佛珠 有没有扮演好佛珠 才是问题 残与蚕 残与蜘蛛 残中日食丧到老 土丝结茧 残腹将茧放入废水 抽为长丝 蜘蛛先辛苦土丝结枉 我土丝可做符绝 可做符绿锦断流传千古 你土丝却支撑网罗 又不闻蒙风蜡而食之 岂不残忍可耻 我凭着会吐丝的本事 自食其力 怎会可耻 你因为会吐美丽的丝 却因为这个本事 被人烫死 才叫人可怜同情 有本事 本是皆好事 但太过华而不识的本事 往往会残害自己的生命 某人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花匠 小女儿嫁给陶瓷匠 有一天 她到寺庙里烧香祈福 求神保佑 哎哟 神啊 求您施法让天持续下雨 使我大女儿的花朵 开得更美丽啊 哎哟 神啊 求您施法让天持续好天气 让阳光能晒干 我小女儿的陶瓷匠啊 世间没有完美的事物 到野外踏青 游客希望阳光亮丽 农夫则希望下雨 两只蛙 两只蛙同住在水塘 夏天池里的水被炎阳晒干 哎哟 没水住不下去 鸟则刘晒干 鸟则灵而漆 鸟则水而居 鸟则灵而漆 啊 前面有一口水井哎 哎 和我们跳进去吧 这里可供我们居住和吃食 哼 现在住进去当然很好 问题是将来怎能够出来啊 做事情需顾到结果 你的机会或许只是一口井水 跳进去容易 出来可难 从前有一只狐 饿了三天动作 它四处抓狂的找食物 没东西吃 哎 吃吃鸟也不错啊 哎 伟大的歌手啊 请下来接受我的礼赞吧 哈哈 你中计了 哎 竟只是一片叶子 被骗了 哼 从狐狸大便中的产业 我看到同伴错误的下场 相同的错误不能犯两次 有时连卖一次也不可以啊 哎呦 聪明的家伙 智者能从自己的错误经验得到教训 上智者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教训 银子与石头 从前有个手财奴 把财产全变换银子 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他天天去探望这些财富 每天看得很快乐 有一天 一个小偷知道这个秘密 就把银子偷了 银子不见了 哎呀 我全部的财产 五百两银子全给偷走了 你把这石头当作银子不就行了 因为你未充分利用银子的功能 这与石头又有何两样呢 守财奴之所以守财 是因为它不是钱财的真正价值 人不甘于扮演自己 是因为他对自己没认识清楚 恶魔的帮手 当世上发现了铁的时候 大树们就忧虑着未来的命运 可怕 几生树和生福啊 是谁发明了这种恶魔的凶器呢 如果不是树提供了符笔 光是这块铁 怎能伤害得了你们呢 恶运形成的源起 往往是因为自己 最大的敌人 往往是自己本身 铁杵磨针欲 从前有个妈妈教训她的儿子说 有恶运形成功之本 凡事只要坚持认真去做 并能得到成果 只要有恶心 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 二十年后 瞧 铁杵磨成针 证明只要有毅力 没有任何事不能达成啊 但成果只是一根绣花针 失去的却是整个青春啊 铁杵磨针固然没错 但用功计重 索其顺心 得到的比失去的还多 绕在手上的财妾石迹 一只熊在西边 不等了一天 终于捕到一条小鱼 我太小了 这么不够你摔牙梦啊 放我回西中吧 过几年我就长成一条大鱼 那时你再吃我 才肥美 也够你饱餐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壮肥胖吗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为了一个大而忘机会 而逃掉手上拥有的小利益 好 还吗 人多怀念着过去 期盼着将来 而没有再过现在 能掌握目前拥有的 真切地过着现在 才算是体会人生的人 从前有个人很崇拜英雄侠义 因效仿武松打虎的勇气 三杯不过刚 出发着虎去 发现虎鸡了 你千里而来 为的是想与我比一比吗 不不不 我只是找您的足迹 不敢真正找您啊 幻想的理想往往不切实际 未能达成目标 到十之八九 都只能愿自己 不了解自己的能力 狐狸与葡萄园 有一只狐狸看到一个葡萄园 结满了果实 嘿嘿 进去饱餐一顿 可是它太胖了 穿不进栅栏 于是它三天三夜 不饮不食 使身体消瘦下去 终于能够进来了 哎哟 好吃 好吃起了 嘿嘿嘿 吃得真过瘾 回去吧 又钻不出去了 只好重拭顾置 又三天三夜 不饮不食 结果是出来了 没错 跟肚子 不是跟进去是一样吗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赤裸裸的诞生 又决然而死去 人死后一留下善行 才值得称颂 无人能带走自己一生经营的财富与圣民 野驴与家驴 从前有只住在山林的野驴 它每天为了三餐找食物 找得很苦 一天 它看到了一只热养的驴 吃得又好 住得也舒服 你有吃不完的粮食 吃得肥嘟嘟的 我真是幸福哎 吃饱了还不快去工作 站在这里发什么呆啊 用自由换来幸福 终究是得不偿失 以条件交换得来的利益 是不值得幸福的 失去的往往多过得道的 这笔生意做得糊涂 今天可饱餐一顿驴肉料理了 我脚扎到一根刺 要吃我最好先把刺给拔出来 免得不小心伤了你的喉 是这里吗 对对对 没错 你中计了 是我不对 不仅将我处理肉的技术 可是我偏定做医生的事啊 专精一味是好事 别逞强捞过戒 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事 驴子的优点是腰力好 能负重又能吃苦耐劳 驴子的缺点是嗓子破 叫声如鬼哭神嚎 你每天吃什么 为何声音这么好呢 我只喝露水不吃草啊 哦 原来是我吃的太俗的食物 声音才不美妙啊 从此以后 驴子只吃露水不吃草 结果饿死了 人各有所长所短 气挤之长 奢求自己所不能的 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甚至于宝贵的生命 从前有七个瞎子 它们从没看过像 更不知道像长得像什么样 一天 它们终于有机会碰到了一只像 于是大家急忙地用手去分享 我们都知道了什么是真像 像 像一根柱子 像 像一根绳子 像 长得像一面墙 像 像一把好大的扇子 像 像 像一根水管 像 像一根水管 像 像一根棒子 像 像一块大岩石 像 像 像一根柱子 像 像柱子 像 像 像绳子 像 像一块岩石 像 一块岩石 然后不对 像 像 一面墙 错了错了 像 像扇子 才对 像 像 水管 像 好像是棒子 像 好像是棒子 像 像柱 绳 墙 墙 线 板 棒 岩 笑就是笑 你们都站着片面的角度观笑 怎么能看到真相呢 人生没有对错 从前有一群菜鸭 每天在池边游水时欢 日子过得惬意的不得了 其中有只灰鸭 特别与重不疼 因为他自视甚高 我才不要像他们一样 最深梦死 明白让宝贝的光阴溜掉 灰鸭为高人一等 他每天晨跑 做体操 学电脑外 终日读书学语文 勤奋得不得了 有一天终于苦学有成 春去秋来 秋收季节终于来到 各位的时辰已到 我送你们到电台场报到了 我情犯了一辈子 怎么可以就这样死去呢 宿命难逃啊 菜鸭的下场就是如此 别怨天尤人啊 救命啊 你的下场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不及时行乐才是网过一生啊 我不喜欢玩了 喜欢读书做学问 过一生难道也错了 选择怎样过一生是每个人的权利 悠闲过一生没有错 勤奋过一生也没错 嗯 明白 苏东夫与佛印禅师是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他问佛印禅师说 大师 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 看来像一尊佛 但我看你 倒像一堆大便 哦 是吗 你尊我为佛 而我说你是大便 你不生气吗 我应该高兴才是 怎么会生气呢 嗯 因为自己是佛 看别人也会像佛 自己是大便 看别人也会像大便 哈哈哈哈 世界是以每个人的眼而呈现 什么样的人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 什么样的心会生出什么样的结论 有一天苏东坡写了一首佛记 彰显自己通达佛里 他很得意地派人将这篇佛记 送到江北与佛印禅师看 老师 请你过目这篇剂子 我瞧瞧 我敢自称自己巴风吹不动 放屁 大胆的老和尚 敢在我剂子上踢个屁 看我找你散仗 苏东坡 你不是自称巴风都吹不动你吗 怎么一个屁子就把你吹过江来了呢 啊 哈哈哈哈 禅是一种从次 一种境界 一种实践 而且落入语言文字的禅 跟真正的禅 沾不上一点点 睡遍自己 小蛇问大蛇说 你活得那么久了 应该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了吧 同年时快乐活泼 青年时发现自我 壮年时朝前奋斗 老年时安逸任由 就是同年时同年过 青年时青年过 老年时老年过了 不错 一个人如果一生只有一个自己 就太可怜了 不会脱皮的蛇即将死亡啊 不变就是死亡 生就是变化不已 人应随着成长 人应随着成长 随时睡变 重新化作一只新的蝴蝶来 拥有与融入 有一位艺术家到河岗去画画 他发现 一切都很美 美得无法下滚 于是便买下一栋房子 收拾起画具 永远不再画画了 从此就在河岗柱下 把自己融入美的画面里 人不应只追求时空的一点 人应融入任何时空 于是便能真正拥有任何时 任何空 如果有一棵树 会长满各种果子 如果每个果子都是一个孩子 我是干最甜 我是椰子风味才加的 我是樱桃才美丽珍贵呢 我是苹果营养最好 我是荔枝肉最风质 树妈妈说 每个果子都各有各的特色 不羡慕别人 不看清自己 只要尽情做自己 是 人各有所长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 何必在乎 何必在乎别人的尊重或清晨 喜欢与别人的价值生活比较 一定也死于自己的不满之中 š painful 鱼 鱼鸟 年老时是条安逸任由的鱼 很好 老师 那你呢 是鱼 是鸟 没有关系 是鸟 是鸟 是鱼 是鱼 人都是做得到的不想做 想做的却做不到 珍惜你拥有的 别想忘你所没有的 是鱼时 尽情悠游 别妄想要飞 是鸟时 尽情翱翔 别妄想着潜水 大鱼小 一坛泥对陶宫说 请将我塑成一个小小的桃翁就好 人人都求大 何独你求小 因为小 好过大 怎么说 因为小气一赢 大气老是不满 一点点我就满足了 唉 我老是不能卖赢啊 世人皆说大的好 唯独我宁愿微小 我富有 乃因我的欲望比我的能力小 我贫穷 正因我的欲望大过我所拥有 前生今世 泥土终于如愿的被烧成一个小小的桃翁 小桃翁说 从前我是一团泥 可塑成平 成湖 成墨 成砖 充满各种可能性 如今我是小桃翁 但还是充满各种可能性 可以装酒 装水 装药 装金银才宝 不要背负着过去 不要期盼着将来 只要真真切切地过着现在 现在是什么 就以什么面目过着现在 当我是铁锤的时候 奋力敲击 当我是铁针的时候 稳如蹒跚 大酒瓶对小桃翁说 嘿嘿 我是大器皿 嘿嘿 我是小器皿 我充满好酒一大瓶 我里面空无一物 满硬是充实 空则是虚无 自满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 空虚乃是有容 有容乃大 所以我虽是小器 但实质上大过你 空虚才能有容 自满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 满硬看似充实 但其实正因为满硬 而再也不能添加入任何可能性 山不长脚 人掌 先知有一天向大众宣布 他要表现一个奇迹 明天中午 我要那座山走到我的身边 第二天 众人由四处赶来录渡这一奇迹的出现 喂 山啊 到这边来 山动了没有啊 没有啊 怎么回事啊 喂 山啊 到这边来 喂 山啊 到这边来 还是没动啊 山啊 都没动啊 各位 你们也看到了 我像那座山呢 叫喊了三遍 可是山还是没动 山不动 我动 同样呢 能使山到我的身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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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并非皆能容人所愿 转不动外面局势 就转动自己 同样能达目的 山不动 人动 水不弯 船弯 两种观点 有一个宋国人戴着帽子和衣服到南方的越国去贩卖 他以为可以大赚一笔 嘿嘿嘿 嘿 摆衣服 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唄 但是月人的风俗是留短头发 纹身赤裸着胸旁 全部穿戴衣帽 于是他写信给他的老婆说 哎呦很惨哎 这儿的人呢全都赤身不穿戴衣帽 我马上回去了 又有一郑国人也同样戴着衣帽来到越国做生意 嘿来买衣帽哎 漂亮又新潮的衣帽啊 他也发现了月人的习俗是赤身不穿戴衣帽的 咱们这里的人啊从来都不穿戴衣帽的哦 哎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哈哈太棒了 找到一个衣帽行销的处女地 于是他也写信给他的老婆 这里没有人穿衣帽帽是个最佳的市场 素季大批衣帽到越国来 人生的意义 有一天 禅师和他的弟子到一处风景区 风景好美好漂亮啊 是啊 师傅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如何看待统图问题 人死后又将到哪里去呢 人生的真谛只融入任何时空 体会实践每一个此时此力 你原来寻求无光山色 但对眼前的一切为何如此盲目呢 而竟想着别的问题啊 生命就像拥有一张八十年的旅游券 在这八十年当中 每个人可自行安排自己的旅程去处 但是呢 可别拿着旅游券只站在原地而一味地想着八十年以后 飘却失效之后的问题啊 哦 是是是 别为整个宇宙烦恼 别自寻烦恼地去追问 创造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生命与爱就是生命与爱 一束紫罗兰就是一束紫罗兰 不必去寻求答案 万物的本质 这是镇板桥的针基啊 哦 写得太好 太棒了 站在这里 好像看着他正在写这幅字一样 别被感情骗了 这张字呢 是后人的仿冒体 啊 既是仿冒品就一文不值了 别又被自己的主观意识骗了 再真正的把这幅字仔细看一遍 是 不管是真基或仿冒品 不管是不是正板桥写的或是别人写的 这幅字写得真好 嗯 的确如此 轮回 枯木将死 但他死得很安宁 这是树的死 这也是探的生 只是法相不同 我印良人们的身 当我是树之后 我温暖人们的心 当我是探的时候 烧成灰烤之后 烧成灰烬之后 又如何 我将还原再化为尘土 滋养树 是数是探是尘是否各有际语 不问生死 只问是否活在当时 诗问弟子说 桌上有三个苹果 你拿一个去吃 谢谢老师 真好吃 三个苹果被你吃了一个 现在有几个 三个 怎么还会有三个苹果呢 一个在肚子里 两个在桌上 人太看重得诗 往往把得诗错看得离了谱 吃下肚子的苹果 不正是真正的得 哪叫做诗呢 我怎么还没有 你帮我 诚哥 偈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大圣人降生在西国的吉兆 会不会影响寡人的天下 不会 不过大概到一千年后 这位大圣人的教就会传到我国来 公元527年梁大通元年 菩萨达摩和尚坐船来到中国 9月21日他在广州上海 这时中国的梁武帝 是个非常喜欢佛法的皇帝 平时经常着佛衣 吃斋念佛 同年10月1日 达摩受梁武帝之邀 到达首都南京 我自即位以来 供养佛僧 建造寺庙 抄写佛经 这究竟有多大功德 这根本没有功德可言 你所做的 只是一点世俗的小果报而已 谈不上真功德 真功德是最圆融纯净的智慧 它的本体是空气的 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 去得到它 10月19日 达摩自知跟梁武帝法源不合 就从梁渡过长江 进入本位 宣主来的高僧 现在住在哪儿呢 他渡江到北位去了 陛下真是见其人 而没能看见 会其人 而没能会见 他是什么人呢 他就是传佛心之印的观世音菩萨 我确实是 敬其人 而不能敬 会其人 而不能会呀 派赵光文到长江对岸 追达摩祖师吧 没有用啊 即使全国人去追 他也不会回来的 达摩渡过长江 便到河南的松山上林寺 他整天面壁而坐 精神集中 屏袭诸元 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 一位名叫神光的禅僧 为了求法 就通宵站在洞外不动 你一直站在雪中 究竟有什么心愿 但愿师父打开甘露之门 拯救众生 请教我佛法吧 诸佛为求无上的悟道 不惜花费无限时间去修行 你凭极小的决心来求大法 我想你是很难如愿的 诸佛为求法 不把身体当身体 不把生命当生命 你断臂求法 也是一种很好的行为 请师父为弟子安心 你拿心来 我将为你安心 我已寻了很久 可是找不出心来 假如你能找到的话 那又怎能算是你的心呢 我已经给你安好了心 你现在明白吗 明白了 诸佛本空旗 因此菩萨才不动念 不动念才能登涅槃之案 于是达摩祖师就收神光为弟子 并替他改名为慧可 公元536年 达摩觉得应该离去了 便召集弟子 你们谈谈自己的物境吧 我们应该不执着文字 也不舍弃文字 要把文字当作一种求道的工具来运用 你只得到我的皮 以我所了解的 就像清喜看到了阿树佛国 一见便不再见 你只得到我的肉 最后轮到慧可 他向达摩行了一个礼 便站着不动 你已得到我的水 于是慧可便成为禅宗的二祖 接续达摩祖师广度众生的工作 公元559年 有位居士来膜拜慧可大师 我大概是前世作孽 才唯风其所苦 请大师替我忏悔 你把罪拿来 我替你忏悔 我找了半天 却找不到罪 我已经替你忏悔完毕 现在就请你皈依 佛 法 僧 三宝 我拜见大师 算是知道了僧 但不知道什么叫佛和法 心就是佛 心就是佛 也是法 佛和法并无差别 明白了 罪这种东西既不在内 也不在外 更不在中间 我收你为徒 传你正法言 替你命名为僧灿 僧灿后来继承了慧可 成为禅宗的三祖 僧灿大吉众生 广施正法之语 这时有位少年僧侣前来膜拜 什么心才算是佛心呢 你现在的心是什么心 我现在没有心 连你都没有心了 佛又如何能有心呢 但愿师父能只是一条解脱的法门 谁绑住了你 没有人绑住我 既然谁也没绑住你 那你就是已经解脱 为何还要求解脱法门呢 这位和尚言下大悟 他就是禅宗的四祖 道姓 四祖道姓传五祖红人 再由五祖将一波传给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可称为中国禅的祖师 由他展开了生气蓬勃的中国禅宗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天才是不释出的 六祖慧能便是这样一位天才 他和老子 庄子 孔子 孟子 孟子 不释出的伟人 他的思想言行被弟子编成了六祖谈经一书 这是中国和尚所写 唯一被奉为经的伟大佛学著作 谈经是一本出自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 每一字一句都像活泉所喷出的泉水一样清新入骨 六祖慧能 慧能俗姓卢 生于公元六三八年 广东岭南人 父亲很早就死了 家境很辛苦 平常依靠卖柴为生 也因此而没有机会读书写字 大求之道在明明朵 送柴火来了 那边摆着就成 钱给你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请问您念的是什么经啊 是金刚经 您在哪里学佛经的 从河北黄梅山跟五祖红人学的 于是 慧能将母亲托请名人带为照顾 就动身到河北求学佛房 走了三十多天 才到了黄梅 便立刻去参见红忍大师 你是哪里人 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弟子是岭南兴州人 此来拜师是为了要成佛 你从兴州来是南蛮之人 如何能成佛呢 人有南北之分 佛性难道也有南北之别吗 你我形体不同 但我们的佛性并无差别 你这南蛮根性倒也名列 派你到后院对面去吧 是 未能在黄梅山一晃就过了八个月 有一天 红忍觉得传法时机已到 你们将自己所证悟的写成记字 如果有谁真以悟造 我便把一波传给他 在红忍的众多弟子当中 神秀上座是大家公认最有希望揭传一波的人 好耶 真是真妙 好妙耶 真是真妙 真妙耶 写在墙上 带我去看看行吗 好 记子就写在这里 写这记子的人尚未误到 你也看得懂记子 真是怪事 有时极下等之人 有最高智慧 即上等之人 却毫无见识可言 我也有一首记子 请替我写在墙上好吗 好 无体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走吧 真是个活不赛 好棒 非常的有见地 对 这首记子没有误到 擦掉吧 第二天 红忍悄悄地来到慧能工作的地方 今夜三更到我的房里来 是 是 师父 当晚三更 慧能果然应约 红忍便为他讲解金刚经 并把一波及顿教法门传给慧能 过去 大摩西来 人都不相信他所说的 所以 禅门有传一波为性的体力 现在 你也是禅时的六祖 希望你好自为之 要成仙起后传罚救人 传授一波容易士气争断 你应该快离开此地 我来渡你过河 迷的时候 师父度我 悟了以后 我度自己 好 今后的佛法 将因你而大胜 辞去南方 佛法难起 您看时机成熟之后 再说法 多谢祖师指点 有情来下重 殷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信也无声 慧能得五祖传一波之后 就一直往南走 我的一波已经难传 能者得知 那不就是慧能得了吗 南蛮子也能得一波吗 竟给那聪明不世子的大粗人得了一波 去把他抢回来 大家快追 快点 快点 大家快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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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蛇 九十六年 台北 广州仿信寺 各位 今天由我印宗法师讲解涅槃经 这时 寺中的齐芬在空中飘扬着 那是风在动 不不不 明明是齐在动 是风在动 是齐动 是风动 不是风动 也不是齐动 而是你们的心在动 请这位居士到殿内相谈 居士 你的见解极有见地 可以请你谈谈佛法吗 好 善根有两种 一种是变的 一种是不变的 但佛性是超乎变和不变 善和不善的 我的奖金 肤浅的如瓦力 而你的解释 宝贵的又如纯金 我听说红忍的一波已经难传 莫非你就是他的传人 不错 帝子参见六祖 接着印宗便替慧能落法受戒 自己反而拜六祖慧能为师 第二年 六祖慧能来到曹西地方 有许多信徒支持建立了保宁寺 他就在这寺中开始传访 教外别传 不利文字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用这四句祭去写达摩的思想 远不如去写慧能的思想来得正确 菩提之道是以心传心 经书只是唤起字物的方便法门而已 无论如何高明的禅师 也无法把自己的物力塞入对方的心中 只能像接生婆一样 在适当的时机 帮助孕妇去生她自己的孩子 南顿北剑 这时 以唐都长安为中心 而盛行的是神秀之教 俗称北宗 剑悟 顿悟 与此对立的慧能之教 就被称为南宗 北宗神秀唱剑悟 南宗慧能众顿悟 于是展开了禅宗的南北对抗 在慧能门下 有五位学生最为突出 他们就是 南越怀让 清元行司 勇家玄爵 南阳慧中 何则神慧 南越怀让 公元六七七到七四四年 陕西荆州人 俗姓杜 十五岁出家 先学律宗 后来不满所学 便到松山拜慧安为师 慧安介绍他到曹西去见慧能 你从哪里来的 从松山来的 来的是什么东西 说它是东西就不对了 是否还需要加以修正 我不敢说不可以修正 但可以说绝不会污染 你的看法正好和我的相同 这个不会污染的 乃是佛菩萨要我们留心维护的 怀让便在慧能门下 跟随问学了十五年 后来便到了南越 大大的弘扬禅语 他的弟子中最有名的 就是马祖道理 清元行司 江西吉川人 俗姓刘 最小出掐 父姓沉默 在他初见六祖时问道 我们要怎么样 才不会摄入相对的层次中呢 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功夫 我连圣地也没有修过 那么你的功夫到达哪一个层次呢 我连圣地也不修 还有什么层次可言呢 好好好 很好 慧能被他的见地感动 认为他是学生中最有成就的一个 后来他被派到吉州清元山去红坊 发扬了慧能的道统 他也只有一位杰出的弟子就是石头西迁 随之一位但已足够了 众角碎舵 一林足矣 永家玄爵 公元665至713年 俗姓戴浙江永家人 初学天台宗 曾潜心于禅冠 后来到慧能处印证所学 初见慧能时 他绕着慧能走了三圈 一个和尚 影聚有三千种威仪 八万种戒形 你是从哪里来的 竟然如此傲慢乎理 人的生死只在呼吸之间 万物变化很快 我顾不了这么多 既然担心生死 为何不正取不生不灭的大道 去除烦恼呢 大道本是无生无灭的 万物也本是无迟速可言的 你的见解太棒了 谢谢指导 我告辞了 为何这么匆忙急着回去呢 我根本就未曾动过 哪里谈得上匆忙 谁知道你未曾动过 这是你自己产生的分别观念 你也完全懂得无生的意思了 既然是无生哪里还有意思可言呢 如果无生没有意思 教员如何能分别它呢 分别观念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你就请在这里住宿一夜 明天再走吧 是 旋爵就在宝林寺住了一宿 当时的人便称他为 一宿爵 南阳惠中 公元677到775年 惠中是惠能门下的五大弟子之一 他在惠能处印证了后 便到南阳的白崖上度了四十余年 从未离山一步 公元76一年 宿宗邀请他到京城 尊为国师 在一次法会上 宿宗向他问了很多问题 他却不看宿宗一眼 我是大唐的天子 你居然不看我一眼 皇上可曾看到许空 看到啊 那么请问虚空 可曾对你眨过眼 何泽神会 公元670到758年 神会是湖北襄阳人 俗性高 他对维护惠能的法统 即使禅宗通俗化的贡献很大 并使得提倡顿悟的南禅 压到了禁悟的北禅 他十三岁时便去参拜慧能 你千里跋涉而来 是否带着你最根本的东西 如果带来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 你说说看 这东西就是无助 它的主题就是开眼即看 你这小和尚 此风倒也鸣利 师父坐禅时 是见或是不见 我打你 是痛或是不痛 我感觉又痛又不痛 我是见也是不见 我是见也是不见 怎么是见又不见呢 我见是因为常见自己的过错 我不见是因为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善恶 至于你 如果不痛 那么你便像牧师一样没有知觉 如果是痛 那么便像俗人一样 会有怨愤之心 见和不见都是两边的执着 痛和不痛都是生灭的现象 神会听了大为惭愧 立刻向惠能行礼 成为惠能最虔诚的信徒 公元713年 惠能宣布自己将不久于人事实 当时在场的弟子都放声大哭 只有神会漠然不语也不哭泣 你们求的是什么道理 今天哭泣究竟是为了谁 只有神会超越了善恶的观念 达到了毁欲不动哀乐不生的境界 我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不然我又如何能预先告诉你们呢 你们哭泣是因为不知我死后往哪里去 如果知道了便不会哭泣 你们要知道 法性是不会生灭去来的 同年8月3日半夜 惠能就克然心事 享年76岁 同年11月 弟子才把他的遗体淫葬在曹西山 从此 曹西成为禅宗的圣地 惠能所提倡的顿悟难禅 慢慢地演变分成禅门五宗 马祖道一 四川成都人 俗姓马 在佛家僧侣中以俗姓为称呼的 可能只有马祖一人了 帅让悟到后 惠能曾告诉他说 印度第27子波若多罗 曾预言你的门下将产生一头壮马 他将会踏破这个世界 马祖十二岁便出家当和尚 后来到南岳拜怀让鼓西 请问你学做禅是为了什么 要成佛 于是怀让便拿一片瓦在马祖面前磨 嗯 师父 提摩瓦做什么 摩瓦做镜子 摩瓦怎能做镜子呢 摩瓦不能做镜子 那么坐禅又岂能成佛 哦 那要怎样才能成佛呢 这道理如同牛拉车一样 如果车子不动了 你是打车子呢 还是打牛 你是学做禅还是学做佛 如果学做禅 禅并不在于坐卧 如果是学做佛 佛并没有一定的状态 你如果执着于坐相 便永远不见大道 是 从此马祖才真正悟到 便跟随怀让整整十年 马祖离别怀让后便到江西去做方丈 在怀让的六位入室弟子当中 唯有他得到了新传 成佛就是大彻大悟 而想通生命的真相 实相 并不需要拘泥于任何形式 獵人的剑术 石拱会藏本来是个猎人 他最讨厌看到和尚 有一次他追赶猎物时遇到了马祖 你是什么人啊 打猎的人啊 你会射箭吧 当然会 你一箭能射几个 一箭能射一个 你实在不懂得射箭 那么你懂得射箭吗 我当然懂的 你一箭能射几个 我一箭能射一群 彼此都是生命 你怎忍心射啥一群呢 我射的是众生的迷杖 你为何不射自己的迷杖呢 我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你这人有无数的迷惑和烦恼 从今起都完全断绝了 于是石拱便抛掉弓箭 出家拜马祖为师 为生活而涉猎 只能解决一时的安逸 涉去心中的迷惑 却能解决一生中的烦恼与痛苦 自我的本性 马祖和石头平分禅家天下 但他们之间并不敌视 反而经常共同接引学生 尿山本来是石头西迁的学生 我一直不懂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 请师父为我指点 肯定不对 否定也不对 肯定否定两者兼有也不对 这时你怎么办 我 不 不知道 你的姻缘不在此 还是去马大师那边吧 是 于是药山便去参拜马祖 请问如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我有时叫他杨梅眨眼 有时不叫他杨梅眨眼 有时杨梅眨眼者是他 有时杨梅眨眼者不是他 你究竟要怎样了解他 啊 药山听了恍然大悟便向马祖礼拜 你见到了什么儿像我礼拜 我在石头处正向蚊子叮牛 不得其门而入 自信常常受了外物的污染而迷惑 秉除善恶得失的相对价值观点 超越绝对就可以发现自信了 百丈清规 马祖死后 百丈继承了马祖的法统 他并定了百丈清规 才并定了僧团的组织基础 及禅宗的制度 百丈清规对封杖及其手下人员的职责 和每天的生活态度都有详细规定 并规定一个想受戒出家的和尚 首先要立誓做到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学赢 不妄语 不饮酒 接着还要做到 不做高广大床 不歌舞娼妓 不着华蛮好香涂身 不须钱财珠宝 不飞食 达到了这五戒后 才正式剃度做和尚 百丈并确立制度从事耕种 不仅一般僧种 就是方丈也要工作 在印度 和尚是禁止耕种的 而靠信徒的供养过活 百丈轻规就是要得出这种 起实的寄生生活 为什么一个身心健全的和尚 要像寄生虫一样 吸取俗人的血汗呢 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僧众 必须腾出时间来开垦荒地 从事耕种自食其力 天地日月日日作业不息 天地之间的万物 也因日日作业自强不息 也胡缠 每次百丈在法堂说法时 都有一老人跟和尚一起听访 每次百丈在法堂说法时 你是谁 我并不是人 我本是山上的方丈 从前我做百丈山柱池时 又为云游僧问我说 大修行的人也会落入因果吗 不落因果 因为回答错误 使我背法变为狐狸身 而轮回于畜生之道五百世 大修行的人也会落入因果吗 无媚因果 我已脱离野狐之身了 我住在山的那头 请按和尚的礼仪葬我 百丈真的在后山洞穴 找到野狐的尸体 便以礼把他火葬 有因有果 就有得失有痛苦 生命的意义 并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生的每一个过程 唐武宗灭佛 西元八四五年 佛家遭遇到一大抑郁 当时的皇帝唐武宗 以经济兽的理由 展开了一大抑郁 以经济兽的理由 展开了一大抑郁 以经济兽的理由 展开了一大抑郁 于是破坏了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寺庙 二十六万五百余僧尼被破还俗 一万五千余奴仆被政府所接收 这次佛门大抑郁 各宗派里只有禅宗能够幸存 因为禅宗不需要靠经典佛像等 因此即使被破坏了 他们仍能发挥作用 而且禅门和尚都亲自劳作 自给自足 不需要寄生于社会 这完全要归功于百丈改革禅宗制度 使禅宗在这难关中 能更蓬勃地发展开来 百丈他坚持劳作 对人类的命运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自食其力的同时 自己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香炎吉主 香炎本是百丈门下的学生 他虽博通经典 但始终畏物禅道 百丈死后 他便追随百丈的大弟子龟山 你在先师百丈处 听说是问一答十 问十答百 这是因为你聪明伶俐 智且便捷 但生死势大 请问你在父母卫生前 你是怎样的 这话问的香炎茫然不知所对 便把平时看过的书翻片也找不到答案 华饼究竟不能冲击呀 请你替我说破这个秘密吧 如果我现在替你解说 将来你一定会骂我 就算我说了 我所说的还是我的 绝不会变成你的 这辈子我不再学佛法了 还不如做一个到处画园起实的和尚吧 于是他到处云游 一次他站住在惠中博士的遗迹古寺里 他正在除草时 偶然抛一块瓦力 击中了竹子 清脆的一声 终于使得香炎顿然大悟 啊 师父 你对我的恩惠胜过父母 如果当时你为我说破 哪有今天的顿悟呢 当香炎听到清脆烛声时 听者与声音已不再分离 而是声音与他合一 当时就是全世界 文字母 养山是归山的学生 不再分离 要快点开悟哦 不要执着于文字和概念 我连信仰都不要呢 你是信了才不要呢 还是不相信才不要呢 除了我自己之外 还能信个什么 不信仰 这样的话 你只能算是个小圣佛法之徒罢了 我连佛也不要见 金书中有多少是佛说的 多少是佛说的 好好好 死后没有什么可以困扰你咯 好 死后没有什么可以困扰你咯 继继续开创归仰宗的禅风 基本的观念 本来都是最简单清除的 但用以表达的文字 却是一个欺人的恶魔 所以读书读经时 别让文字所束缚了 赵州从人 七七八到八六三年 赵州俗姓好 是青涉滋丘人 他从小就到本州龙兴寺出家 松山琉璃潭受箭 后来到安徽池州拜南拳为师 他第一次见南拳时 南拳正落在床上休息 你从哪里来 我从瑞向院来 你可曾看到瑞向吗 不曾 但刚刚我看到躺着的如来 你是否有师父教导 深冬天气冷 希望师父保重遵体 哈哈哈哈哈哈 跟我到内室来 师父 什么是道 平常心是道 是否有目标可循呢 等你有目标 道 便有所偏差了 如果封闭一切意念 又如何能见道 道是不在于知和不知的 知是忘觉 不知是麻木 得道之人就能虚或开阔 不被是非所困 大道无门 八方开放 有千方差别的路 皆可自由出入 只要能举一鱼角 即能得千鱼返 三十年学骑马 金鱼被旅铺 赵州悟道后 就到各处旅游 拜访当代的许多禅师 有一次 有一次他去拜访朱鱼和尚 你也该定居下来红法啦 我该定居在什么地方啊 你居然连真人及自己的住处也不知道啊 我三十年来骑在马背上熬游 想不到今天却被驴子踢了一脚 指出别人错误时 很可能你抱持的正是错误本身 赵州直到八十岁左右才定居在赵州东郊的观音院 在他重任方丈的这段期间 他以深战的智慧 轻松幽默地引导很多学生走向真正的自我 七岁童儿圣我者我及请教他 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及教他 天皇道物 公元748到807年 浙江东洋人俗姓张 十五岁在杭州受戒 后来追随靖山道亲才接触到禅穴 随靖山五年之后 又到马祖处得到印证 过了两年便去见石头西迁 如果超脱定会 请问还有什么法 我这里本来就没有奴隶 还谈什么超脱呢 我还是听不懂 你懂得空吗 这一点我早有心得 想不到你还是得道之人 不 我还未曾得道 我一眼就能看出事实 你没证据就诬赖我 你的身体就是证据 就算你说对了 可是我要拿什么去教导后人呢 请问谁是我们的后人呢 啊 禅是变在的 但他却是无门可入 正如进入虚空 不是从门入 而是从虚空入 因为虚空变在 龙潭重庆 龙潭是天皇道物的学生 死于公元838年 龙潭出身穷苦 以卖饼过活 买饼啊 买好吃的饼啊 道物把庙旁的小屋借给他住 为了表示感激 每天他都送十个饼给道物 道物收了饼 每次都剩下一个还给龙潭 这是我给你的 希望你子孙凡胜 我送你的饼 为何又送还给我呢 是你送来的 又还给你 这有什么不对嘛 龙潭听了颇有所悟 便决心出家 追随道物 过了一段时日 我跟随师父多时 未曾听过你为我指示新药 我无时无刻都在对你指示新药啊 你指示了什么呢 你递茶来我接了 你拿饭来我吃 你行李时我点头 你还要我指示什么 龙潭低头想了想 嗯 要能见到的话 当下就能见到 否则一用思考便有了偏差 听了这话龙潭立刻开悟 蝉的生活体验 就是随时能处处体会生活上每一细节的美好 心身永远是一体一致的 吃饭时吃饭 睡觉时睡觉 法眼文艺 公元885到958年 浙江渔航人俗姓鲁 幼时便出家跟随西觉律师学法 是禅门五宗之一 法眼宗的开山祖师 法眼油画各地去寻求禅师的指点 有一次路过地藏院时 正好碰到大雪便停下来休息 该院方丈罗汉贵琛问他 你去哪里 只是行脚罢了 行脚做什么呢 不知 不知最真切 学已经停了 我该告辞了 你曾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 那么停下那块石头 是在心内还是在心外 在心内 你这位行脚僧为何把一块大石放在心中呢 啊 于是法眼便留下来 向罗汉讨教疑难 但罗汉每次都对他的见解否定 佛法不是这样的 我已经辞求理绝了 我已经辞求理绝了 以佛法来说 一切都是现成的 啊 听了这话 法眼才恍然大悟 万物实体本来就是现成的 并无好坏善恶的差别 但被人们变为名相后 于是孔雀美乌鸦丑 乌鸦真的丑吗 云门文言 公元八六四到九零九年 浙江嘉兴人俗姓张 很小就出家 学校学律都很精进 万年移住韶州云门山的光泰禅院 巨阳一家宗峰 是云门宗的开山祖师 有一次云门去参拜穆州要求指示 你是谁啊 我叫文言 你来做什么 我尚未误见自信 来此请求指示 悟州打开门看了一眼便把门关上 接连两天 云门一再敲门同样的悲剧 直到第三天 请开门 快说快说 你是大耳无用的大笨牛 呃 呃 呃 慕州很快地关上门 压伤了云门的脚 这刹挪 云门开悟了 参破一切 只有靠自己 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 好的老师便能在最适当的时机 唤醒学生的潜能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